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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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怎么因应呢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这股能量刺激 希望是正向的 我们来看一下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金牛巨蟹摩羯双鱼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呢 我会建议你以柔克钢啦 很多事情不要指着来 有时候用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或者是温和的方式 反而在这个钢强能量很强的时代呢 你能够土味而出 因为大家都太急躁了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你是适合担任照顾者的角色 你的照顾能力会收服人心 收买人心才是你的强项哦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以工作方面来说你有点硬碰硬 那最近就会有很多硬关卡要突破它哦 你也可能会招致一些新的模式的挑战 对你来说赶快更新你的脑子 看方式是比较好的 不要硬碰硬哦 太伤身了 另外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最近跟海外有关的事物呢 充斥在你的工作层面上哦 那比较容易有一些意外波折 比如说海外有一些什么活动喊停 或者他们有什么状况 你会容易受到牵累 所以要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爱情方面 那就是狮子天蝎射手跟水瓶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皇帝不及及死太监哦 周遭的人都非常的希望帮你牵线 最近倒是有很多愉快的聚会当中 说不定有适合的对象出现哦 可以好好地开心聊天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有你的菜出现哦 或者是跟他相处非常的愉快 然后彼此呢 好像挺有默契的 或者对方外形是你喜欢的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有崇拜别人的本事哦 的确你很喜欢的人 你就会对他太好了 太好以至于对方可能反而 有点不是很珍惜 那你可能也好物分明哦 对那个对你好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不是能量要调和一下呢 我们来看另一个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感情上呢 你比较容易看到缺点 也比较容易失望 那这个失望的感受 也会传递给别人 所以这一周的感情生活 也许就是比较情绪漩涡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白羊跟处女了 白羊星座朋友 我最近有赚钱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哦 这个机会是有点突然出现的 比如说机不可失 或者是最近某一项 你的产品爆红 赶快要追加等等 要抓住哦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在理财方面呢 有贵人出现 比如说也许 别人跟你提到的 某个理财方案 那在本周出现的话 蛮值得参考的 进攻方面是双子跟天平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老毛病的问题 可能就是还不到发病的程度 如果你比如说肩颈很容易痠痛 腰很容易不好 那就是看你的姿势 要不要调整一下 因为还不到发病 还不至于很有影响 但是已经隐隐的不舒服了 或隐隐的有问题了 要注意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 健康方面肠胃消化系统要多注意了 然后你比较容易在 就是心理的忧虑 反映在你的肠胃消化系统方面 其实它是身心灵异起的问题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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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